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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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面也没有转 车面也没有转 气囊自动弹开 然后这个全部炸开了 这是8月30号下午发生在宜春市的一幕 当天下午5点左右 宜春市民义立军开着自己的特斯拉轿车 由北往南通过宜春市遗伤大道春闺路口时 车子的安全气囊突然弹出 我是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呀 视频当中也显示 我没有说去追尾或者说碰撞 没有撞击 车子的安全气囊却突然弹出 这一幕让义立军彻底懵了 而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 事情的后续处理 保险人士跟我说 这个车的周身是没有撞击痕迹的 所以他告诉我说 这个不是他们保险公司的事情 特斯拉也不想说自己治疗有问题 集结知名律师提供专业服务 共享法治生活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首档法律服务节目 有请律师 我是胡帅 好端端的 没有碰撞 车子的安全气囊却突然弹开 这不仅给义立军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 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可是保险公司认为 这是车辆本身问题引发的 不属于他们的理赔范围 而特斯拉方面又说车子没问题 义立军该怎么办呢 难道只能够自认倒霉吗 危险的时候 你这个气囊弹出来是保护我的 但是我这次弹出来 我也不知道他是保护了我 还是伤害到了我 说起这一起意外 义立军非常无奈 他说气囊弹出后 对他的双腿造成了伤害 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就是这个车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就觉得我想维护一下我的权益 好难啊 就是我现在都不知道说这个事情该如何处理 事情发生在8月30号下午5点左右 当时义立军开车经过宜春市宜商大道和冲灰路交叉路口 然后行驶出去可能我不知道是有10米左右嘛 然后就突然之间整个车就是感觉 我也不知道是被撞击了一下 还是说感觉自己炸了一下一样的那种感觉 同时呢我这些气囊的话就弹开了 我四周的气囊是弹出来了的 监控画面显示 当时义立军开车刚驶过斑马线 车子里突然冒出一股白烟 左后车轮轮毂外壳和右侧群护板 也飞了出去 我当那时候我都一直以为是我的车的自身原因 发生了爆炸 能感觉到一个这种撞就是炸了一下样的这种感觉 义立军顾不上车内财物 带着手机就跑下了车 我当时就很怕我怕起火 所以我就赶紧下车 拿着手机下车我就没管包 然后下车之后我就先远离了车 我怕它起火 因为电动车一撞 它起火嘛 义立军的担心并没有变为现实 意外发生后 他首先联系了保险公司 都没有撞机 全部炸烂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现场勘查后认定 现场没有碰撞痕迹 意外是车辆本身原因引发的 不在以赔范围之内 那么安全气团突然弹出 真的是车辆自身原因导致的吗 我现在就在宜村市宜上大道与村辉路交叉的十字路口 从现场来看 这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道路 路面的开阔干净整洁 路况非常好 8月30号下午5点左右 义女士驾驶她的特斯拉轿车由北往南 经过这里时 汽车的安全气团全部突然弹出 那么对于车子没有发生任何碰撞 但安全气团却全部弹出的情况 十字惊热 义女士心中仍有很多疑问 第二天 特斯拉的工作人员赶到了宜村 与义立军一同前往交警部门 调取了现场监控录像 她当时跟我在一起看那个监控录像的时候 她就说这个是由于轮胎爆炸 然后引起的这个 旁边这个大火车轮胎爆炸引起我这个气囊弹出的 她当时看完这个视频 她就有跟我这样解释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 在义立军车子的左边的确有一辆货车 气囊弹出时 特斯拉汽车与货车处于差不多同一条线上 但是无法看清货车轮胎是否爆胎 据义立军回忆 当时那辆货车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当时我还在车里的时候 我能够看见的范围 那辆货车是在正常的往前行驶 那么是否是因为货车爆胎 会导致义立军车上安全气囊弹出的呢 几经周折我们联系上了该货车驾驶员 原师傅 我都觉得很莫名其妙的这种感觉 让就像天上掉下一个什么东西 砸到自己床上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因 原师傅说 当时他先是听到右侧传来巨大的爆响 紧接着感觉到自己的车子被什么东西砸中了 他往右边一看 发现右侧的特斯拉轿车已经冒出了白烟 他连忙将车子开到了安全的地方停了下来 原师傅说 看到没有很大的问题 他便驾车离开了 对于特斯拉方面认定 是自己的轮胎爆炸 引发特斯拉汽车安全气囊弹开一事 原师傅表示 他的车根本没爆胎 原师傅推测 他的车子轮胎是被特斯拉轿车飞出的零件扎破的 第二天 他便将毁坏的轮胎给换了 在他看来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应该是车辆本身的问题 因为即便是他的货车发生了爆胎 也不会影响到旁边的车辆 事情发生之后 交警部门也进行了调查 最后出具了一份证明 在这份证明中 交警部门只在明了事发的整个经过 对此 律师主持人妙宏涛表示 交警部门这样处理是有法律依据的 因为我国道路交通事故 还是没办法理赔 保险也 他也有一个疑问 这个事情的责任到底归谁呢 根据这个证明来说的话 他们也不知道该给谁定责 那么保险公司的理由有依据吗 这是一起交通事故 但是因为无法查清事情的成因 也就是无法认定事故的责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保险公司是很难做出 我要赔偿多少的一个认定的 所以保险公司说法 是有相应的一个合理依据的 不过在妙宏涛看来 虽然这一交通事故 目前无法查清成因 但是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是特斯拉方面认定的 货车轮胎爆胎引发 另一个则是特斯拉车辆 本身质量问题 咱们老百姓买车的时候 也应该知道 这个安全气囊是保命时候用的 也就是说 只有在严重的危机生命安全的情况下 才会弹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弹出来 那确实说不过去 那么从这方面来讲 这很可能就是这个车辆 它本身存在相应的问题 那么至于是否存在相应问题呢 这当然需要相应的 权威的检测机构进行认定 那么特斯拉方面 对此会有怎样的回应呢 我也有点担心 这个是不是质量问题 现在没法解释 我有这个考虑 负责处理此事的特斯拉工作人员表示 但是 事发之后 他们将车辆带到南昌 进行了检测 确定车辆是没有问题的 该工作人员表示 根据他们的调查 当时 一旁的货车右后轮胎爆炸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这一冲击力被特斯拉传感器 捉到了 为了保护车上的驾程人员 安全气囊这才弹出的 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 我们这个事情呢 不管是在哪里 在网上面还是在哪里 都是有一些成熟的案例 进行可以去借鉴的 特斯拉方面表示 如果毅力军有意义 他们也会积极配合 特斯拉方面的这一回复 却让毅力军不能接受 我对这个车的质量问题 是有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就是从我内心来说 包括事故发生当场 我第一反应也是 我自己车的本身质量问题 义力军表示 既然特斯拉方面认定 车辆没有问题 为何迟迟不向他出示检测报告 这让他对特斯拉方面 回复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 我也希望说 就是特斯拉作为一个 这个影响力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我也希望他能给我们这个 一个这种他这个无论是不是质量问题 就是他能给我们一个解释 一个让大家都能幸福的一个说法 对此 律师主持人妙宏涛表示 如果特斯拉迟迟不出去检测报告 义力军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同时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可以起诉特斯拉的生产商 以及销售商 要求他们就本案的车辆质量问题 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 还需要相关的司法鉴定机构 以及全国认定我们 认定这个特斯拉存在相应的质量问题 如果司法鉴定机构最终认定 这辆车存在质量问题 那么义力军的损失 就该由特斯拉方面进行赔偿 如果不存在问题 在交警部门责任划分缺失的情况下 义力军还是可以就本企交通事故 向法院提起诉讼 寻求赔偿 九座九站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书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书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砖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书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薄翠公药 匠心传承四百多年了 尸痛含虚和红毛药酒 爱捏红毛今至如今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船市珍宝 一来财狼寄予 星光 为什么被杀我 我想让你们提我 做件事情 什么东西 正 王七美勾结日本人的罪证 真假少爷 上演惊天阴谋 王七美二十年前 我儿子被人偷了 我叫王天成 我要见我爹我娘 徐年 你来晚了 爹 我从最初见到你了 就说他身上那些抬起法 就比先来的 那种更像样的 儿子 娘 清醒离举 危机四伏 是谁下的毒 是谁 几个不是儿子不家 就是仇人破门 王家今天要少一个人 少什么人 猫猫猫猫猫猫 舒畅 实力单纲 每晚八点二十 年代悬疑巨致 多宝情缘 都市剧场三级联播 对于安全气囊 人们的一般认识就是在车辆发生严重通撞时 有效保护驾乘者要害部位的一个装置 那么他的起报条件是什么呢 这恐怕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够回答 可易立军依然困惑 如果说左侧隔着数米的货车爆胎 就会导致他车上安全气囊弹出来的话 那自己这辆车也未免太单小了吧 在得到咱们律师主持人的法律建议之后 易立军表示他正在考虑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为你安排的是悬疑大剧《夺宝奇缘》 在中国有两千七百万听障人士 在无声的世界让声音被看见 江西都市频道携手江西省残联 退出首语主播 以首传声 无障碍收看 每周五晚 晚间八零零 用无声的力量让法律的光温暖无声世界 买车 买二手车 要安全 要靠谱 要划算 怎么买更放心 都市放心购 诚意打造 江西本图最权威的二手车交易平台《放新车》 权威检测 无忧售后 踢出行业黑幕 拒绝贸易套路 二手车买卖 阳光透明将已全流程 找辆好车 可以很放心